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医小医院 或那里有的狗狗猫猫 都是有样的猫 然后听说好像是照顾 小动物们的 原本就是已经退休 然后就是应该来照顾小猫 小动物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帽子的太可爱了 然后两包条有 好温柔 不只会 角落和平 好温柔 好温柔 有到哪里我 才能和你相遇 我在等 晚一点 没关系 穿越人海与风华 等着人远在天涯 要多久 才能 就了 才三十年了 因为我退休都二十多年了 退休都二十二年了 原来我就是 拿旧的那个小医里的流浪包 后来流浪了宝 后来猫宝就都有了 好温柔 才能有了 刺恨就会 停下 好的 好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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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一些我的心里话 就是想要做一些关于 狗狗还有猫咪宠物类的工艺项目 然后我觉得我今天能做 其实我非常的开心 就是我今天去那里看到很多 很多狗狗还有猫咪是很可爱 长得特别可爱 就是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 流浪狗流浪猫 希望大家能多多去帮助他们 这里见到的狗狗和猫咪们 是可以营养的 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狗狗 然后自己也营养 所以我觉得 大家如果有谁想要找个朋友陪伴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一个很好的选择 就是给流浪狗流浪猫 一个温柔的家庭 大家可以考虑考虑一下 就是除了去从威天马来狗狗 还可以在这种领养的地方去去领养 我希望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视频 能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流浪狗流浪 需要家庭 需要帮助 所以如果大家有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也可以多多去支持他们 或帮助他们 期待下一次的分享 然后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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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